哈喽大家好 咱们中国人过年就好吃个饺子 大家煮饺子的时候 有的人用冷水 有的人用热水 全错了 难怪您煮出来的饺子又破皮 汤又红浊 今天教你正确方法 保证您煮出来的饺子不破皮 汤不红浊 前面跟视频一起来看一下吧 锅里边我们加入凉水 然后里边再加入一小勺的食盐 这样在煮饺子的时候 就不会粘连 然后开火 这时大家可以看一下 咱们的锅底有密集的气泡 这个时候水温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把饺子下入到锅中 在煮饺子的时候 一定要沿锅边下入 这样这个饺子就不会粘连在一起 也不会烫伤我们自己 饺子全部下入到锅中以后 我们用铲子给它推动一下 这样这个饺子就不会粘锅底 推动的时间不要太久 有个十几秒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给它盖上锅盖 这时候呢 煮饺子的火力呢 是中火 不要大火 一定要中火 饺子在锅中 煮至两到三分钟以后 我们打开锅盖 然后再用锅铲 给它推动一下 防止长时间在锅底 这个饺子呢 容易粘底破裂 推动的时候一定要慢点 然后再次盖上锅盖 这样饺子呢 直接在锅中给它煮开 煮开以后呢 我们打开锅盖 这时我们再用铲子 把饺子推动一下 这时煮饺子呢 咱们的火力要调成小火 不要大火了 也不要中火 因为在用中火和大火 咱们饺子这样煮就会破裂 这时的火力必须是小火 一边煮饺子的水 全部开掉以后 我们加入一些凉水 加入的水量不要多 少许即可 这样的做的目的呢 是为了给饺子降温 让里面的饺子馅 更加的容易快速成熟 再次煮开以后 我们再次加入些凉水 给它降温 第三次煮开以后 再加入些凉水 这是最后一次 加入凉水 这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 咱们的饺子呢 基本上都漂浮在水上面了 这样咱们的饺子呢 已经熟到八到九成 只等它再次开锅 饺子就煮好了 第三次开锅 咱们的饺子就煮好了 咱们用漏勺 把饺子捞出来 大家看一下 咱们的饺子呢 没有任何一个破皮 过人的汤呢 也是非常的清澈 不是非常的红浊 这样我们好吃 有没有饺子就煮好了 这样煮出来的饺子呢 非常的鲜嫩 多汁 关键这个煮饺子的方法 也非常的简单 不管是煮新鲜的饺子 还是冷冻的水饺 非常的适用 今天煮水饺子的这个小方法 就分享给大家了 如果你喜欢 就收藏起来 在家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我们下一视频再见 再见 再见